嗨,我们现在是听着报道有意思还是正前 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少年人 他们的选择去国外做工作 走向世界很好 今天给大家讨问小花妈 她会给大家说一下,小姐的花妈 她是去外南做工作 那她现在回到台湾,要跟大家分享 她的男相,这是真的 她的心得是什么 小花妈你好 大家好,我叫小花妈 为什么小花妈 小花妈其实是我长得跟那个丹娇琪中长得非常的像 然后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跟她在那个 就是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长得最像 所以那时候就有小花妈之称 真的就像 好看对吧 好,那小花妈你去那个南向来的 去哪个国家 我去外南 外南 胡志明寺那是怎样去那 我自己上网找 就是104打开了,然后在那找 因为我那时候是想说要去中国还是去外南 因为我刚才实在这两个国家嘛 两个地方都有印到 后来想想的 就是我其实就是我有大粉丝说 我差不多吃完一碗炒豆腐后就决定 我去南向好 所以就决定去外南 所以你决定去外南是 就是这样决定下去 没想很多吗 没呢,因为其实 其实那时候当然说要说更重的 当然是想说因为中国是我们说一样的语言嘛 我一阵子也有去北京交往学生过 所以说对于那其实已经有实验了 就现在的趋势来讲 跟我大家关心的问题来说 我感觉困难是一直是我先来 就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 所以说那时候想说 不然就先去神秘的国家 一要有机会再去中国就好了 所以去外南是什么类型的工作 可以说吗 我做报官行 就是物流 物流 物流行业 所以你决定要去 有跟家里人讨论吗 有,因为那时候 就是我跟家里人讨论了 就是第一 我是感觉说要出国的法 我其实就是要转家都支持 比较有法度 那时候 因为我最大的 我是大季 我才妹妹都已经出社会了 那时候我妈妈说 就差不多一两天 三天我出去看看 那时候 毁力说也没什么就是 包袱 妈妈说 哦不然你要去就去 我其实是妹妹 说有机会就是 出去就出去 因为我做的工作 是有阶段性的 阶段高了 我可以出去就出去 因为她就是一种 要累积年之制的 所以她就不会这样出去 所以其实是家人大力支持 嗯嗯 家族给你担心 对 开始你去外人 你第一年有发言就说 诶 那我出国会要面临什么问题吗 刚开始去的时候 就是发现 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 也是说说做 差不多做一个星期后 领的薪水又很高兴 我领现金 后来 对 后来就是发言说 诶 刚好有担保 不对 为什么 我跟班人都不一样 因为在那里实在新的朋友 实在新的朋友 发言说 他们的福利制度 跟我的福利制度 怎么会都不一样 你不是领现金很好啊 对 我时时也想说 领现金很好啊 可以不用缴税 可以不用六个 不用六个 后来发言说 你能六个六个 就是代表你有保障 就是你有劳基法 所以你都不用六个 就是没人知道 你在这儿做工作 所以你当于那隐形人 对 就是因为 后来发言较严重的是说 有一次 因为我们都坐公屋 车上下班 有一次就是 我们书记跟 别人发生差状 我又在管顶 看他们在处理 在那儿找 因为我想说 外人人 外公也是无辜台湾 找一遍 发言说 书记好像在叫警察 我又找一个 找一遍 没有 我拿的是观光签证 但是我在那儿 算非法拘留 我就快跳车 用车走回去 一天 当开始我就开始想说 我今天在那儿 是因为我没出事 但是我出事 第一 因为我们公司 在台湾没有分公司 所以我没有台湾的 老公身份 在那儿 他说我是外国人 所以我也没有 影响老基法的身份 我又 这没 那没 又没有意外 什么保险都没有 我在那儿 书记好 出事 的时候 我连客用都没有 怕的情况下 我可能 可能就是要 自己负全责 这样我不是出去 刚刚我出去 挑战这个世界 结果回来都 可爱让我出来 添麻烦 嗯 所以小妈妈 是中车祸的时候 你拿的是观光签证哦 对 我拿三个月 单次进出的观光签证 但是你不是在做工作吗 你那儿就是薪水呢 对啊 所以说 他帮我预认 现金嘛 现金后 我后来 我有法度看 管理的 他看一点 就是他管理 我叫什么 我完成一个工作 就是刚刚 我去跟他包 工作 所以说 我也不是劳工 他这样签 他也没关系 哦 中车祸 很香 对 你中车祸 都没有什么保障 对啊 我去的时候 是没机票 没效果 啊 机票有 我一次去 他回来 他说 十八个月 了解他们回来 也没有效果 也没有保障 什么都没有 连大都 都是大白人 所以说 后来我发现 就是跟其他 做人质的同学 开工了 他发现 没有 我这已经不是 没保障 还是 禁不过 就是刚刚 真的刚刚 我们外婆说的 那时候 我刚刚出去外面 做台劳 同样 嗯 这 这个 这个条件 你怎么这么穿 这样就出去 那时候 因为我人生中 有两个目标 是出口设施 是出口 做工作嘛 啊 做工作比较快 所以我就出口 做工作 其实 靠到这些 就是外在条件来说 我基本上 不然这些条件 都很好 我其实 应该在外人 就多 就是又多 三四年 因为我 很加益 老师公 你是加益 的生活环境吗 对啊 就是 整个生活环境 我刚刚都不错 就是说 他那里 真的有在进步 就是 刚刚你看 大家都很高兴 民生都很少用 那不是价 那就是说 因为我国家 开始在走起来 开始说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是有 你付出多少 你一定会 拿到 拿就拿这个而已 就是 整个建设也都有了 他们那里 就是因为 可能是东南亚 所以很拥 所以 其实也 平常是 悠闲 悠闲的 就是有 但是我 假日 我会去 跟阿伯 他们的阿伯 坐在 楼边 喝咖啡舌 就是炼乳咖啡 在那里看 看车在那里 这是很悠闲 他们的咖啡 就是那种 会有一点炼乳 对对对 很香 但又很甜 对啊 因为我在胡志明 胡志明南岳 那里吃得更甜 所以他们 河粉里面 也是很疼 所以 就是都甜不不 所以 小花妈 你是适应 这个 外人外国的生活 对啊 因为到那时候 我买离职的时候 我的前辈 就跟我说 他 没想到我的离职 他说 他看 我在那里 生活得很好 然后我们同学 也说 他看不出来 我想买离职 但是 因为那时候 很多晚因情况下 我离职 其实对他们的 就是对他们的影响 很大 就是 怎么突然敢说 买离职 因为立正 适应得很好 对啊 差不多 在那里 第二天 就过那里 买路了 因为我住行政 行政那里买路 我感觉 跟那里没差很多 哦 说到 那里过买路 是怎么会 那里 因为那里过买路 很恐怖 那里就是 基本上 红绿灯 是没存在的 然后就是差很多 我记得 我们有一次 就是在 第一峻 第一峻就像 台湾家的 信义区 东区 大家都 社会观光科 都在那里 我们一次 在那里 看那里 要过买路 我们就过了 后面对一堆 外国人的 就是 我们对过去 他们就跟我们 说谢谢 后来我们发现 其实外国人 没有过那里的买路 所以我有两三次 都这样 很幸迹 后来我又看到外国人 我就在这里 期待说 不然我带你 过买路 我们还想说 在那里 可能会一回收 差不多一万月顿 然后带他们 过买路 也是很便宜一遍 一个咖啡 所以其实 你适应力 真好 对 环境也好 还有什么 会好 那种 比较悠闲 我感觉 自然不错 就是他们 小偷 小抢 就是你东西 你在楼林 生手 就会让我穿起 这种小偷 就是他们 台湾的机会 很少 就是比柬埔寨 避起来的公寓 柬埔寨 能拿穿 他们那里 不行 好 他们那里 其实 但我 想要拿一些钱 想要穿你 一些钱 所以说 他不会对你 去甲盘手 比较多 所以说 在那里 我觉得是比较安全 对杂童和杂母 都同样 就是对 对你 出来找到 那里的人 都同样 所以说 在那里 会听同学说 我真要让人 偷偷起来 但是你会听说 我怕你让人 打 好 现在 好问是 小花妈 小花妈 她是因为 长得真的很像花妈 我感觉 你再来预测 你应该 还是生 基本 拔 他就生 小 小 小就生 所以他呢 去台湾比较料 是第二个工作 对 所以他去外人 做工作 因为太想要去 外国工作了 对 所以说呢 他的条件 没有搞得很清楚 你是拿观光签证 对 是说因为你三五岁嘛 那你 这样回来是因为 这个签证也到了吗 对 一个是 一时签证搞了 就是 哦 在这就是要 提供一顿 就是说 因为我去那些公司嘛 然后我们 我们跟工厂 比较不一样 工厂通商都是 路干纸 一区 然后台干纸一区 外人的 外港一区 但是在那 我们的公司里面 就是我们台北 分的 同事都外人 很少台湾人 刚才我跟头家 跟前卫而已 还有中国人 还有其他的 柬埔寨人 什么 所以说我们在那 的情况下 你就会看到说 台湾人在那 就是感觉 真的很像路在 就是我们在那 也是遵守责任 子 红库 什么都 但是外人人 就是十二点 休息 他就走到没看 人 一点回来 中国 中国的 我们是 很劳大 在争取权益 所以说 那时候 争取到最好 我们中国的 同事 有争取到商务前 因为我想说 我拿三个月签证 我就打头家说 我三个月签证 要搞了 你能让我 三五千 头家就用很多理由 毁力 最后也是 玩观光签 要多次进出 最后我就想说 我再给他 第二次的机会 他又不想让我 真的的签证 我就感觉 但没想到 因为我是感觉 我没有进出过 就走这样 其实 也不好 总要经历一下 对 我就进出了 全部都没有 我就想说 这样走也没要紧 所以出国的时候 因为多国的人 职会 特别地看出民主性 对 我说台湾人 真的很好用 你去世界 世界各国 我都同样 相温顺 对 所以你刚刚看到 第一就是 像我人的 董事 一个下班 就真下班 有一次中国 在拜六 往事的时候 他要处理 什么什么事情 他在中国的公司台会就来说 哦 外人家就是 他们的学校就真的学校 所以说 拜以下有的人来处理事情 我当时就想说 哦 外人不是当我们公司而已 是全部的外人 其实 他们都很遵守 就是我当时的效果就效果 国家也真的大人保障 国家的那些 他们每年的 加班费都一直在挑战 所以说 大家说 去那儿 他们那儿比较热 什么 其实你这样 你每年都要 生一定的 基本的 薪资的情况下 其实他没有比我们 更热 老实说 所以台湾人 我是觉得 最热的 就是台湾最热 我们很期待去国家做工作 结果去到那儿 算了 说不算了 其实他 因为我们都会把老闆 加汤加料 不加钱 对 我有一个学弟 在那儿 差不多连做三个星期 因为他说官工 同事在那儿 拿加班费 官工他刚刚 做不工的 他就想要跟他 到那儿加班 结果大家说 人家拿加班费 你没有 对 你就做到四个 所以三个星期 都没有效果 他们对台湾人 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说 人对人的看法的话 他们其实感觉 台湾是很不错的所在 有几点 就是第一点 就是他们感觉 台湾人的人 很敢说 就是说 我们会去想 比如说 我们看到这些问题 我们会去想 想完之后 我们会去收货 收货之后 我们会说 我们感觉 应该怎么改善 不然就是说 我们会对我们 政府 配合 有机构 就是有一种 批评指教 我们的政府 民主 对 但是 这他们是感觉 在他们的社会 他们不敢做 也没想过 要这样做 所以说 他们会很贫心 我们会去做这种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 这跟近年的 排华运动 比较有关 就是 我记得 大家有在找 外交部说 要让你一张帖子 给你带 我是台湾人 是是 那有效吗 那是真的有效 因为 他们本来出来 台湾人 跟中国人 不一样 因为排华运动 主要是 要拜中国人 但是 这些排华运动 应该说 不是特别 就是 他们差不多 固定 都有一个排华运动 因为排华情绪 是 理事上就有的了 是 他本来就存在 对 他本来就存在 那一时 就是去 抵抬 在国内 当然 也有团 说 就是 带华的团队 去台炒作 但是那时 就是说 因为台湾人 台湾对外人的 外交 是真的比中国 的干部 对外人外交 更好 所以说 台湾其实 其实几乎是 全身而退 我们看 损失最大的 一个 小铁工厂 其实 到最后 政府不一不一 也是差不多 打平了 没有损失到 得到 这样 所以说 他们对台湾人 其实顺势是 很正向的 嗯 很正向的 我感觉是 真的做正向 除了 但是他们的 人和老闆 分开 就是他们的 如果问他 说要去做些的话 我感觉有 但我建设 就是他们 都会说 台湾是 最好的一个 算力 是怎么 他们感觉 对台湾人 还是台湾 印象不错 怎么 吃台湾 台湾老闆 会算力最好 第一 就是说 因为台湾人 我说的是 部分台湾 当然 你去大公司 那些都 做照相来 有制度来 有的中小企 也做到很好的 但是 有一些台湾 就是说 他例如 跟台湾同样 有高薪低暴 就是他 给你補 你的基本薪资 補基本薪资 带他们的 税 较少 老闆也较少 他也较少 但是对他们的 那些有新的人 来说 那些差很多 因为他们 如果有新 后 政府 给你 做产检的钱 全部都退 回去 就是很保重 孕妇 你如果是有新 他应该有 少子化的问题 对对对 但是 政府就是 他们进行少子化 是因为 说他们二次 他们一时月战 后 四十多人 四十多人 然后他们生 也是有战后 他们二次 结果生 他们的 就是国家的发展 没法到 去财用这些人 所以说 他们一时就开始 有强制二胎化 他们 其实有名文 因为 就是说 你如果做公家机关 你如果生的 人胎 我们老板是老板 说 他会被人 失败的路 村子说 比较保守 就是说 你会被调职 到 不升迁的地方 然后到最后 他们刚才在 2014年 时 也跟我们 同样 说他们的人 人口老化 已经是全世界 有名字 所以说 他们在一时 就开始放宽 这些制度 他们就是 包装很多 他们本来 就不会动孕妇 就是 我当时跟他们开架 他们说 他们觉得 台湾人很敢 就是 你跟 因为台湾 有新料 你可能就会 费力 你到最后 你就会带着辞职 但是 他们如果 这个孕妇 去跟政府 说 你让我 因为你让我 感觉不舒服 你让我感觉 头脑很重 所以说 我带着辞职 的话 这件事会 去查到 他们的执照为止 所以说 他们会去当孕妇 所以这孕妇 是特别特别的 是要鼓励生产的意思 对对对 再来就是说 因为 他们到最后 他们有六个月 育婴价 六个月产价 是政府 在这里 拔钱给他们 为他们的薪水 在里面 拔六成 六个月 给他们 但是 你一生子 就会拿到的钱 所以说 你生子后 你过程 就要去上班 也没关系 所以说 在这个 总控制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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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他们领了六百万 台湾 两百万 的基本薪资 他们领了六成 就很少 差不多百多万而已 所以 在这种 总控制 他们的感觉 说月商 路商 甚至是 日商 寒商 都台湾 全新 台湾 都保得那些少 所以他们很特耀 他们其实 有部分 真的 没想要在台商 因为 同样都会说中文 我去路商就比较好 这样太厉害了 对 不过这种 什么高薪低报 这有的 都在台湾 台湾 都养成的坏习惯 就是 搬去那儿 也是同样 灌老板 去那儿 也是灌老板 就去那儿 也这样做 所以人家就 你看不喜欢你 好 像说你现在 这样 超四五五个月 回来嘛 嗯 回来台湾 对对对 你看这些 所谓你自己 男性的经验 对你自己 个人 有什么样 要不要再找工作 你有什么样 一个改变吗 因为我 就是我回来后 就是会开始说 比如说 我又要去 三戒 还是什么 其实你有 这些经验后 你去那儿 续星的 这些东西 比较高 就是练习 又比较高 还要丢 还有就是说 我就是感觉 都在台湾 做头路好了 你也会开始 因为在那儿 你开始 跟很多个国的人 相处 所以回来台湾 后 你看台湾的角度 其实真的跟 人家不一样 就是你会去想 比如说 我们这些 産品推出 出去之后 你练习的客群 是这些 中空之下 其实你 是不是应该 去想说 这些人 他可能有 大家的文化 什么 其实你在台湾 也有 但是你去那儿 因为你 直接赌到 所以说 你就能去台湾 说 其实应该 这样 比较高 但是因为 我现在 还是回去 做 政治行业 所以我说 我觉得说 对我来说 最大的就是 我可以真的 去打我的老板 还是说 去讨论这件事 我可以真的 带人说 我在那儿 看到的是什么 你今天 比如说 你今天 我真的 想要去 新南乡政策的时候 我应该 咨询 这些老板 在那儿 生活 十五年 二十年 五年 十年的台湾 其实 他们 有什么 的活动 在那儿 生活 在那儿 用什么 模式 去行程 其实这 也很有 比如说 我们现在 想说 我们就 新二代 找这些新移民 但是新二代 新移民 一定有他们的 就是 核实在那儿 那些台湾 真的跟我们 我们自小 吃一样的米 然后 用一样的教科书 导书的人 他去那儿 他住在那儿 总控之下 他怎么让你反馈 这也很重要 透过这种 民间的交流 透过我们对 更 就是 更底层的人 更基层的 工作者的想法 然后的探讨 我觉得 这个会对我们 未来要推行 更多政策 其实是更有效 所以这是我觉得 因为我做的工作 也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 我觉得这个想法 就是更可以落实 因为 你真的有怕 吃个头脑 而且也可以掉在 法律的缝隙里面 拿观光签证 去做工作 你也是真够勇敢 还好 我全身而退 对 最重要是全身而退 很多 有的人也已经比较了 在想说 我去国外 我是国际化 但是要注意 基本自己的部份 不过你才有一个观察 很好 就是 在政府在做新南向 你说 香港人大老门 这个当然有必要 对啊 姓一鸣 有必要 但是住在那里 很久的人 他们是怎么用 台湾人的方式 过去那里 克服很多问题 对啊 比如说 我说一个 较有差别 就是说 所有的台湾去那里 第一件事 就是六千 因为大家都很怕 去骗 但是基本上 他们那里的人 都很好 所以说 大家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那里 差不多吃一碗盒粉 差不多四五万 三万 所以大家一开始 去的时候 就叫一碗盒粉 就是 感觉大家很好 要拿十万 给他走 就是要看 说 今晚美丽 这个钱 所以说 像这些东西 就是很基本 它就是一个心外 就是 辈子的时候 你如果去 訪問这些人 它就由这些 小辈子 开始告诉你 他们那里的人 是开始怎么相处 然后跟那里的人 是培用他们的感情 还有最后 为什么我们可以交流 因为基本上 我觉得政府 你开担 是去做观光宣传 你倒不如去问这些人 他们怎么跟 当地人相处 你用他们的角度去 再做一个宣传 更touch touch他们的脑袋 老实说 我是觉得 这个更重要 这个小花妈 小花妈 已经说到 他去跟那里 接触的一个核心 其实你能接着 就在那里的台湾人 他一二十年生存下去 他一定有他的条件 而且他一定是 克服一些问题的 那问他 会很实质于说 你如果敢问大老门 因为通常大老门 出来后面都很多人 很多人 帮他解决问题 会比较贴切 外人的生活 对 好 今天时间关闻 我们谢谢这个小花妈 叫雪岚的轰门工艺 新南向洲际 谢谢你 谢谢 好 等一下回来 我们下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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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